請收看台灣向前行 歡迎收看臺灣向前行 臺灣向前行 我是孟琪 2024總統大選民調上來看到 已經從三強鼎立變成兩強一弱了 這個弱呢 當然指的就是老三侯友宜 現在為了要搶救選情 侯友宜的競選團隊 準備要來變換隊形了 最新是找來馬英九的心腹 金普聰來操刀 希望扭轉頹勢 而柯文哲方面 最近因為服貿議題成為焦點 民進黨的立委 已經喊出要協循2014的柯文哲 而時代力量立委邱顯智也開炮 說提倡重啟服貿的政客 臺灣人都應該要唾棄他們 而至於還在蠢蠢欲動的 郭董 郭台銘 最新消息今天有媒體爆料 說郭董端午連假 其實有跑去密會王金平 這當中清楚地表達 他做好了獨立參選的準備 郭董這一下是完真的嗎 我們稍後繼續來討論 好 我們今天我們要先來看到的是 侯友宜甩不掉老三封號 到底要怎麼搶救選情呢 侯友宜請出了馬英九的 心腹大將金普聰 要來進駐團隊打選戰 一直來看 由呂燦亮協理代表受獎 頒發極有獎項給優秀的公車路線 業者侯友宜笑容滿面 不知道是不是跟最近競選團隊 找到戰將有關 他親口證實 邀請到前國安會秘書長 也是前總統馬英九的心腹大將 向金普聰進駐團隊 除了金普聰幫忙出謀劃策 同樣擁有媒體背景的台北市府 顧問陳國軍 日前也悄悄加入侯團隊的運作 另外侯友宜也親自 拜託馬英九 王金平 朱立倫等人 擔任競選榮譽主委 分別向外省族群 本土籃 知識經濟籃嗜好 而面對柯文哲 蠶食精吞 潛籃族群 甚至還說 他當年反而是黑箱 不是服貿協定 侯友宜聽了 人笑反嗆 對中政策提出更積極的主張 侯友宜拼命轉 第一步從搶回正男招牌做起 好 在我們討論選戰焦點之前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第一位 我們邀請到的是政治評論員 張明佑 主持人 大家平安 接下來歡迎到的是民進黨 立法委員 立法委員范雲 孟岐好 大家好 接下來左手邊歡迎到的是國民黨桃園市議員黃靖平 孟岐大家平安 泰哥平安 等一下還會有民進黨新北市的議員戴偉山 還有資深媒體人溫升溫大哥都會加入節目討論現場 好 我們趕快來看到的是這個民調老三真的很難看 所以明佑哥現在侯友宜的團隊要來擴充他們的隊形 好 甚至有人說直接是變換隊形了啦 最近呢 侯友宜說他親身去拜託 親自出馬拜託 找來的這一位就是馬英九的新富大將 前國安會的秘書長金普聰 那麼根據媒體的報導呢 侯友宜現在的競選團隊要怎麼變換 現在要邀請馬英九 朱立倫等人出任榮譽主委 那另外呢 朱立倫的人馬 台北市府的這個市政顧問陳國軍 也已經進駐到侯團隊來 那最新就是還要加入金小刀 好 那金小刀來操刀 這個侯友宜的選情有沒有救 來 明佑哥怎麼分析 我覺得某部分是對侯友宜是有幫忙的 因為他們對那個花蓮網的仇恨不在話下 因為前陣子金普聰才在廣播節目上 公開批評花蓮網 所以加上侯友宜直接點名說他就是黑金 所以兩個人大概有這樣的交集 再來第二件事情 金普聰跟馬英九的關係是非常好 從1987年他們這個外交特考就是同批的 所以都拿中山獎學信在國外念書 所以金普聰跟馬英九的情誼相當的好 所以他有辦法掌軍服 就代表著馬英九團隊進入侯友宜團隊 這個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事情 因為看得出來 侯友宜團隊沒有中國國民黨中央的幫忙 他只能借用馬英九的力量 這是下下策 我為什麼說是下下策呢 因為你看過金普聰浮選大概知道 他可能是因為本身比較是權貴出身 所以在操作地方選舉上面贏的機會很少 就是在立委選舉上面贏的機會很少 你看他過去對高斯伯 高斯伯都知道嘛 他是朱立倫的角舊子嘛 為什麼對高斯伯直接批評 因為很簡單 他認為高斯伯這個人太權貴了 所以在盟戰委員會掛一個名不敢選立委 他就直接批評 所以每一次的立委選戰 在金普聰操招之下 選贏的機會很少 但是不要忘記金普聰的鬼點子也是很多 而且他這個人有一個特色 淡薄名利 為什麼呢 很多事情都不會在他身上發生 比如說馬英九最風光的事情 我寧願去當駐美代表 所以大概知道說金普聰在選舉操作上 馬英九是非常依賴他 所以未來在侯友宜上面 這會對民進黨來說 這一個可能是最直接的對手 第二個 這個侯友宜去找了陳國軍 陳國軍我們都知道 他是朱立倫人馬 之前大家問說 陳國軍你會不會進入到 這個侯友宜的團隊 陳國軍笑而不打說 他團隊可能太亂了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知道 侯友宜的團隊現在 過去啦 應該說過去 現在我不知道 過去大家就在討論的一件事情就是 非常非常的保守 那依賴的是什麼 所謂的新北幫 並沒有辦法跨過所謂的大漢溪 決策圈蠻小的 所以現在變成說 你看侯友也必須跨過大漢溪 跨過佐水溪 去到中南部去旋風似的走一趟 去拜訪牛鬼蛇神 那我要問的一件事情是 未來在文宣操作 輿論操作上面 是不是侯友宜要依賴 比如說金普聰在兩岸政策方面 那陳國軍在未來所謂的政策提出 那怎麼樣做反擊方面 攻防方面 可是我知道侯團隊呢 對這一方面呢 是非常保守的 那如果在這樣非常保守之下 沒辦法去塑造侯友宜的言論 那就是那就是不是加分 就是扣分喔 為什麼 因為我們知道侯友宜的個性嘛 他說話比較寒蠻一點 那可能在回答問題上面 牛頭是不對馬嘴的 那這樣的訓練 你看馬英九曾經派舒淇等人 趙春山等人 幫他訓練兩岸政策 可是也是亂七八糟 講的也是亂七八糟 到現在我們都還搞不清楚 侯友宜對於福茂的立場是什麼嘛 可是我們很清楚嘛 他找這個金浦聰跟所謂的 這個其他人進來 陳國軍進來 其實最重要一件事情 就加強他的論述跟文宣操作方面 那我認為啦 未來啊 這場選戰裡面 民進黨要面對這兩個 可以說是個中老手 為什麼要做個中老手呢 你看陳國軍在操作朱立倫方面 他從行銷促賞開始 他對朱立倫的文宣 文宣操作什麼樣突擊政治攻防 他有一套邏輯存在的 但是我要回來講 侯友宜有辦法駕馭這兩個人嗎 這兩個人會真心幫侯友宜嗎 因為國民黨現在的氛圍是什麼 侯友宜是老三 如果我要在一個月之內 七月二十三之前不到一個月 我要怎麼樣把它拉抬起來 這才是重中之重啊 如果這兩個人 只是說有啦 有參與會議啦 有幾個人有掛榮譽主委 榮譽主委我們都知道啦 榮譽主委就是掛名的啦 那好聽的而已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有人就分析說 你看他北中南瓜榮譽主委 他地方就是要整合 你看這個金浦聰進去進駐 有參與會議 陳國軍七月份就開始參與了 那會議之中提出來什麼 做出來什麼政策是什麼 你可以看到侯友宜有轉變喔 他最近提出的東西 比如說馬英九時代 最讓大家講的是 這個跟中國交流的問題 比如說中國研究生要補助上萬塊 等等問題 最近你相信嗎 金浦聰一進去之後 侯友宜馬上講說 未來中國的年輕人 可以到臺灣來就業 那就引爆了社會一片的討論 侯友宜最缺的是什麼 意識形態選票 因為所有的民調顯示 所有包括民進黨會支持賴清德 柯文哲是八成多 那民眾黨會支持柯文哲是八成多 可是國民黨會支持侯友宜只有六成多 所以這兩個一定去操作 過去金浦聰最厲害的就是秦潔 因為基本判就受不了 所以他們這一個月力拚的是什麼 侯友宜原論會越來越偏激喔 為什麼會來越拚什麼 所謂的意識形態的這些支持者 所以侯友宜在這個月最重要的是什麼 這兩個人操作下去 意識形態又開始拉高 開始包括兩岸論述的對立 國家認同的對立 跟中國的情節 還有國民黨基本教義派 到底要站到侯友宜這邊嗎 最重要的是黨內的支持度必須提高 我想這兩個人進駐最大用意在這裡 是不是現在連基本盤都快要hold不住了 這個競平議員怎麼樣看 因為現在最新的消息 侯友宜親自去拜託 哇馬英九的心腹金浦聰來喔 那麼朱立倫的這個重要人馬成國軍 也都要進駐到侯團隊 是不是國民黨也覺得說 這個侯友宜原本的團隊 繼續再這樣操作下去真的不行啊 所以才趕快找人來幫忙 我很討厭米歐哥先把我的要講的都講完了 但是我剛剛聽完他所講的 蠻多其實對這個侯友宜的這個現況 描述的都還蠻真切的齁 尤其是那個金浦聰他的確 以前他其實在我在蘋果日報的時候 他就是我們的長官就是我們的那個CEO 那時候黎智英請他來當這個 整個蘋果日報在台灣負責的這個 除了黎智英以外最大的一個執行長 所以他在媒體界 他在學術界 他在政大 他在大學傳播界 也有很多學生 然後這個也也待過這個馬英九的國安會 馬英九政府那個時候 然後還包括國民黨 那時候馬英九當黨主席他是秘書長 所以喜歡他的人呢就是金老師 不喜歡他的人就說他是金小刀 感覺說他在背後捅刀 但是我覺得這是喜歡跟不喜歡他的正版兩面的評價 但說他是馬英九政府執政八年 那時候國民黨馬英九當總統的時候的國師 一點都不為過 但是他的確有他的兩把刷子 他在他的選舉方面這個競選 那時候你看馬英九 06年07年08年 他因為特別廢案被起訴 然後他又當過這個馬英九市政府的台北市副市長 還有台北市的新聞處處長發言人 從馬英九在選台北市他就一路跟著馬英九 到馬英九選總統馬英九中間因為特別備案被起訴 然後辭掉國民黨黨主席 然後後來又回來選國民黨黨主席馬英九又把他帶進黨 你就知道這十幾年來從台北市長到馬英九當總統卸任 這十幾年來他幾乎是馬英九最依賴的左右手 所以他對馬英九的影響力 對馬英九甚至新台灣的基金會 對像金普聰也提拔很多子弟兵 包括像這個現在在台北市政府 蔣萬安的那個市政顧問英偉 金普聰提拔出來啦 羅志強也是金普聰提拔出來啦 還有李家菲還有很多現在像許巧新啊 還有這個包括這個 這都馬英九系統的 馬英九系統的 對蘇俊斌也是 所以金普聰他有他的選舉的一套 那以前我在跑新聞的時候 有些人會把他跟這個民進黨的什麼邱毅人啊 吳乃人啊 以前也是國師級的這種大佬 然後很會打選戰 把他放在一起比較 我不得不說 過去在台灣的民主政治發展的政黨政治演變史當中 這幾位藍綠的這個很厲害的出謀劃車的軍師級的這個人物 就是這幾個手指頭都數得出來 以後將來就是會名流史冊 就是大家就覺得這藍綠都很厲害 所以就會說金普聰他的進駐這個侯友宜團隊 當然對侯友宜團隊來說可以說可以 雖然是一個打的一技搶心針 因為議員剛才明祐哥說 因為有共同的敵人啊 傅崑崎敵的那個是不是這樣子 所以現在比較志同道合 金普聰對傅崑崎委員 他是非常深惡痛絕的 我看前陣子上廣播 這罵得很兇耶 包括剛出這個同舟計畫前後要讓這個傅崑崎回來 然後已經那個金普聰 金普聰都是此反對的立場 金普聰這個人是忌餓如仇的 他完完全全會反對 所以國民黨當初馬英九 為什麼會跟地方派系和那個黑金劃清界線 就是說地方派系你只要有一些 比如說恐嚇罪啊貪污啦 有一些黑的背景啊 他就撤銷你的提名 好幾個我這樣也不用這個浪費時間跟大家舉例出來 我只是跟你說很多 我那時候在跑國民黨的時候 所以當然地方派系會這樣 就非常很討厭馬英九跟金普聰 所以馬金體制馬金體制 他們認為說水清則無餘 但金普聰就用這種方式 所以他今天跟這個侯友宜本人算是合拍的 所以但是合拍你要進入他的團隊的話 那可能還要花很大的這個助力去整個主導 那今天因為侯友宜陣營 他不設競選總部的主委 他就設一個執行長 那榮譽主委就找馬英九跟這個朱立倫 朱立倫來擔任 我覺得這也是好奇啦 那朱立倫你要讓他放主委 或者是要放競選總部榮譽主委 我覺得都OK 因為反正他就是黨主席 黨主席跟這個總部一定要合而為一 而朱立倫也講說已經合在一起了 因為現在那個他的辦公室 就是侯友宜辦公室的執行長 就是張其強 他已經這個是國民黨的中央黨部的副秘書長 他以前就當過國民黨中央的副秘書長 所以再給他一個黨職 讓黨跟這個慶總部可以連在一起 那當然啦 有了這個金普聰再加上陳國軍 陳國軍是在去年 你基本上蔣萬安一開始選情落後 他也是一度民調第三名的時候 然後當時也是很急 後來朱立倫就把陳國軍 因為陳國軍是朱立倫愛將 他就把陳國軍放到那個 這個蔣萬安那邊去幫忙 把蔣萬安帶起來 所以放了陳國軍跟金普聰在侯友宜身邊 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事 也是一個希望能夠把他們整個團隊士氣 最重要是最重要現在的任務 是避免侯友宜的民調長期固定老三 就是老三固定化老三固化 我覺得這是他們目前最重要的 只要能夠帶到第二名甚至往第一名 那就有機會把這個侯友宜的選情把它拉起來 侯友宜現在的目標就是先拼第二名再說啦 范雲老師我們看到國民黨 現在就是搶中侯友宜大作戰嘛 不過不管旁邊的幕僚多麼會出謀劃策 最重要的還是候選人自己的個人特質啦 那我們看到前立委蔡正元她怎麼樣來評論 她說侯友宜要建立自己的個人吸引力跟魅力 以及可以讓媒體下標的風格 不然如果繼續這樣下去到七月底 民調還是現在都第三名 如果都是這樣的話 那麼再深懶的人到最後都會寒淚頭科文哲 而且蔡正元最後還落下狠話說不信的話 你試試看 來委員怎麼樣看 我也是難得可以同意這個蔡正元的言論 那怎麼講 就是她講的這幾個建議 不能說錯 譬如說要建立個人的吸引力跟魅力 然後要講出能夠像柯文哲一樣可以下標的標題 可是大家想想看 這些事情不是兩個月跟三個月就可以養成的 那就算是給侯友宜六個月 我覺得也沒辦法改變一個人突然如何變得有吸引力 有魅力講話就能夠下標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蔡正元所提的一個建議 基本上就是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做到的 那回來講 為什麼侯友宜要大拉的告訴大家 怎麼金普衝回來了 怎麼陳國軍來了 大家有看到賴清德建議有突然告訴大家誰來了嗎 柯P也有說誰了 沒有嘛 就表示她真的選情非常非常的危急 只能把這個號稱過去的國師搬回來 就是說好像她的選情快要有起色 因為裡面小雞真的是快要快要就是說 交集到已經到處亂找母雞了 那但是我想要講的是 不管這個金普衝 有沒有像我們那個黃議員講的這麼厲害了 我是沒有太相信這些 因為我覺得有的時候是是啊 就是說盛選的好像誰是總幹事就很厲害 可是呢 我們回來看一下 就算她很強 那我要講的是 就算她真的是盛選的國師 盛選的謀略專家 那你巧妇難為五米之吹的時候怎麼辦 馬英九 畢竟不是侯友宜 馬英九是馬英九 其實侯友宜 本來大家也以為她可能是像馬英九 或者還有外國專家說 是不是像李登輝 就是說那可是呢 當她出來之後 連藍營的劉家昌都已經說了 草包裡面連一根草都沒有 所以我要講的是 就是說第一個 馬英九雖然勝選了 可是金普衝八選上之後 治國呢 那八年來 就是說馬英九在卸任的時候 民調支持多少 我們都記得 你看現在蔡總統 民票支持度還是過半 可見就算選上 但是馬英九那八年的方向就是錯的 所以最後她下臺的時候 民票制度非常非常低 大家不願意跟她同臺 這表示就算這個人可能是對的 方向是錯的 更何況今天侯友宜這個人就是錯的 就你就算給他對的方向 那個人如果是草包裡面 一根草都沒有 方向也執行不出來 更何況過去馬英九那八年 還好有太陽花運動 我們真的是要感謝太陽花運動 待會兒我們要討論到 就是說主謀的事 要不然我們這整個就被鎖到中國了 各國後來連韓國跟中國簽約的 現在都後悔 那其他國家都在測的時候 這錯的方向 現在侯友宜再加上柯P 還要告訴大家說 這個冰山我們裝上去會有機會 那好不容易當年2014移走了 所以我最後要講的是 其實我們賴清德候選人 最重要的是跟自己的一場選戰 為什麼 民進黨的方向是對的 只是你執政八年就會有很多 讓大家不滿的部分 而且年輕人就是容易對執政黨不滿 所以過去被批評的東西 賴清德上任馬上處理 不管是被批評的黑道問題 論文玄龍問題 貪腐問題 加上最近的這me too 他都是立刻就用明快的方式 用一個道德的高標 因為民進黨是要跟自己比 因為我們的對國家的方向是對的 不能夠讓八年的執政包袱 讓大家因為不喜歡誰 反而去投了錯誤的人 錯誤的方向 所以我真的覺得 最近賴副總統提出來的 然後行政院反應很快 公私立大學學費的差距 讓年輕人不要因為念了私立大學 那如果學校的資源 沒有拿到這麼多的時候 還要付更高的學費 我覺得是正確的方向 讓年輕人看得到未來 那民進黨這個主權的方向 外交的方向是對的 而且在情勢最不好 而烏戰爭的時候 疫情的時候 我們的GDP還是成長的 那是對的方向 候選人的部分 真的是三個人候選人 真的是本質是最重要的 現在看起來 侯永宜的團隊 大張旗鼓的告訴大家 哇 邀請到這個金普聰 要來操盤這個選戰 其實最主要的就是 要Hold住基本盤 而侯永宜這兩個禮拜 到地方上去求整合 可是喔 效果都不太好 因為到處都被白臉色碰軟釘子 等一下回來 繼續來討論 結束 奈何花 櫻圓花 细说不同世代的故事 唱出属于台湾的声音 听台湾在唱歌 每周六下午4点 每周日上午10点 请锁定音视台湾台 在我们的海上面呢 担任我们借户的一个工作 毕业快乐 目前呢我们这一招组法呢 可以说是台湾海域附近 最安全的一招组法 总共派了十几台 水上摩托车来保护他们 他们毕业生毕业的时候 都会来体验这个 彩车吗 会啊 都会 会吗 大概有几个这种车棚 一万多 一万多 本节目由台速石油95加冠名赞助播出 台湾的把酒 冰湿 请下载四季线上 让你随时随地轻松看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明示新闻 超人力霸王系列作品 就在四季线上 小怪兽成长日记 超人力霸王X 超人力霸王德卡 立即搜寻四季线上 免家会员 几点几看 二季线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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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淑华帮忙解围强调只是刚好碰上议长廉价出国 并不是必不见面 但一连三天侯仪见亲国议长接连哑巴吃黄连 看看6月24号新竹市议长许修睿全程扮着连口 完全不给侯仪好脸色 25号到彰化 谢点灵却是不断打哈欠滑手机 隔天再到南投 何盛峰人不在台湾 上回去屏东找周点论却不想在媒体前通胎 肢体语言说明一切 好 我真的是画面会说话 我先来请教尾山 侯友宜这个端午廉价其实也接连去拜访了很多地方嘛 那要来求整合 可是问题是我们来看看 哇 昨天这一场到了南投去 侯友宜是以市政交流的名义到南投去拜会 那中间这位是现在的南投县长 那旁边是上一任林明珍 那也就是大家记得今年3月份要补选立委 结果算不成那位林明珍 结果林明珍直接在这个 这么多媒体朋友在拍的现场说 侯市长不好意思 我没拴到 结果大家都在拐你 虽然说这样看起来要帮侯友宜讲话 但是侯友宜的脸 你要说我多尴尬就多尴尬 连续讲了好几声不好意思 这件事这个不提也就罢了 大家可以想说时间都快过去了 没有想到林明珍当事人还自己提呀 来 伟山怎么样看 应该说此仇不报 更待何时啊 都已经现场跟他在同一个画面了 当然是要好好在媒体面前说清楚嘛 不然私下的道歉心里也会不舒服 当然要公开的讲 所以林明珍那个仇恐他是结大了 大家知道他过去是做这个南投县的县长 他也是很有地方实力的 大家不要看他现在是落选人 但是他还是对于基层是很有影响力的 今天侯友宜去拜访他 他还要做一个媒体场 说实在你如果真的对他感到抱歉 你真的觉得你当时没有去帮他站台很抱歉 你应该私下先去跟他对不起 再来一个公开场合 侯友宜的团队最喜欢做一件事情 就是事先先放话 后来就再去结合 这他们长期以来一贯的手法 所以我们会看到连在这样子的场合 他都想要去吃林明珍豆腐 人家怎么可能吞得下去呢 当时他的这个票数也才差几千票 这么短的差距 难道侯友宜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支持度 以这个当时这么如日中天的这个支持度 他难道讲句话不会帮他集中选票吗 当然会为什么侯不讲他就不粘锅吗 他觉得林明珍这个身上背的案子很多啊 有一些款上没有没有搞得很清楚的状况 他不想要跟这样黏在一起吗 他才刚骂过黑金 他怎么可能跟他黏一起呢 那今天要去拜托人家还是没诚意吗 所以为什么侯友宜会整合失败 很大原因就是腰不够软吗 很多事情都做表面 你有一个表面甚至这个感觉 想要去骗社会大众说 这个媒体都拍到啦 我们很好啊坐在那边 可是实际上实际上在基层不是这个逻辑 基层的逻辑是你就是要人走到那里 真心的跟大家互动之后才会真的有票 你用这种表面上林明珍更生气 我跟他说私下他不可能把他拉票的 所以我要说侯友就长期这样做不得人缘 还有我就我觉得很有趣 他每次都用市政参访的名义 去想办法去做一些擦边球 我真的觉得这真的很过分 说实在你要选总统你就早点辞职 你怎么可以用新北市的这个市民的这个纳税人的钱 来做这么多的政治操作呢 你说你去市政交流 你真的有交流到什么吗 请问你去南投 你帮新北市民争取到了什么吗 新北市的农产品有卖到南投吗 还是新北有做什么旅游的交流吗 那如果都没有 那你参访到底在参访什么 你就是为了自己嘛 你花了那么多时间 你照理来说你一个市长 你其实24小时 你除了在睡觉之外 你都应该要奉献给你的市民 你才对得起你那100多万的选票啊 可是你没有嘛 你现在大部分的时间都在外面嘛 什么市政交流市政参访 然后你都在外面帮你的选票 想办法你要拉票 想办法去整合 那是你党内的事 那是你要选总统的事 你不应该把新北市民放在一旁 没有做事 不然怎么会大家都找不到市长 连那天中和在淹大水 你市长也还在桃园 还在桃园造势耶 这真的没有办法忍受 其实新北市民真的是看好 侯友宇看得最清楚的一群人真的 这边我知道大家都来自于中南部啊 很多这种中南部第二代上来的这个朋友 真的会打开通电话回去跟你家乡的人讲 侯友宇的本性就是这样 不要被他骗了 不要觉得他现在跟林明珍好来好去 这个南投人就是相信他 我知道大家都很单纯 可是他真的没那么单纯 林明珍到底有没有真心相挺 虽然昨天的画面 这个两个人有坐在一起 那林明珍 美其名是说媒体都一直在讲你太委屈了 好像表面上要帮侯友宜暴躯 可是其实你在那个场合 哪壶不开提哪壶 你再继续讲到上一次补选失利的事情 这就是要让他拍看嘛 不过林明珍还是有来到现场 跟侯友宜至少合体 而至于南投县的议长何胜丰 直接出国了啦 说我有请假 那到底是不是必不见面呢 侯友宜有解释啦 说议长出国之前 他们两个有讲过电话 那等他回来会再见 侯友宜的整合之路 好几位都卡在只有通电话这个阶段 我想请教一下温大哥 地方上的整合看起来效果很有限 那么这个选战的布局 现在说要找来金普聪来操刀 你觉得金小刀加入他的团队 对于侯友宜来讲 有没有帮助呢 金小刀如果加入啊 应该有点像如虎天意 因为毕竟这个人啊 各位看他的战绩好了 这个战绩就是马英九 在2008跟2012 大概都是金普聪操盘 你可以看得出 他的这个 算是小刀出鞘可以说 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出来 最主要的原因啊 可能啊 就是说大家都一直在说 侯友宜你扳不成这个母鸡啊 所以侯友宜到南头去 我很奇怪 他为什么没有去指南宫 因为指南宫这是金母鸡最大 下了金蛋 你如果在那边许愿 或者说找这个南头的女婿 郭台鸣 大概至少啦 总体见那个洛选的林明珍 或说出国的这一位 他有去 有去指南宫是不是 有去指南宫 只是因为那个益销送的花篮 是支持郭台鸣 里面有长字啦 益销送的花篮 长字是安庭活动的 所以这个还是被人家 截足先登啦 所以对侯友宜来讲 我是觉得说 现在其实绿营的报纸 常常会帮他很紧张 这落选落后或等等 要怎么样要怎么样 这个就是基本上是打一场 算是把老二跟老三边缘化 这个战术我觉得是邱毅仁 很及时就已经当救援头首 加入了这个算赖神的团队 所以国民党一看知道 这苗头不对了 因为邱毅仁这个是 真的是军师 那你侯友宜这边到现在还是有点群龙无首 不晓得该怎么帮 那金小道这个时候出来 我倒觉得 如果以其说金武冲 他扮演的是其他的什么角度 应该是说 他大概在第一枪打向这个傅昆起的时候 我觉得那一炮就已经让大家很清楚 金武冲出来就是要把国民党内的病毒清除掉 所以他现在变成有点矛盾 你要跳下去救侯友宜 但是你又要卷入这个黑金 这个黑金单单一个中张头 你就可以知道说多黑 那侯友宜现在当然 不要说是侯友宜 其实国民党跟民进党 每一次选举大概都是决战中台湾 那决战中台湾中张头是一个黑中之黑 重重之重 所以对金武冲来讲 这个小刀他要怎么样去拿捏 这个大家都尽管其变 只是说他主要是执行马英九 马英九要了解了 马英九这一趟到了中国之后 可以说回来整个连完全翻转 不管对九二共事 或者对两岸的关系 乃至于对民进党的这种算是回击 好像有人加持 有恃无恐 所以看到金武冲出来 你就要想到并不是金武冲想出来 而是马英九 他在后面已经开始要介入了 这个这个时候再不介入 选举到现在只剩下多少 一百九十七天 一百九十七天 两百天不到 你这个时候已经进入歌喉战了 特别是赖神在礼拜天 全台湾的所有这些信赖 信赖台湾自由会 全部都跑完了 所以下个礼拜开始是百业百工 开始要进入另外一个 人家进入第二阶段 对对对 所以你看 侯友亚哥都要爬爬罩 这个满场飞 然后像无头苍蝇 对马英九来讲 或对习近平来讲 他当然看着会紧张 所以金武冲他出马 是代表着马英九也出马 现在看到马英九的系统 进驻到侯友的团队 因为侯市长团队 就像刚才温大哥补充到 连第一阶段地方的整合 都还整合不了 敬平议员我们这边来看 因为刚才有讲到 包括南岛的驾驶 郭董好 现在侯市长好像电话 还没有打通 那至于前一阵子到云林去 好像也没有看到 也没有跟韩国瑜见到面 侯市长的这个回应媒体的话 还停留在两个人 就是有通电话 怎么都是在电话中呢 那我们来看到最新的消息是 国民党的这个台北市党部 还有前立法院长王金平 先后会在七月二号 跟七月五号办两场 要挺侯的大会 这种大会师的活动 如果韩国瑜可以来 我相信这可以安抚一些 深蓝的选民 可是问题是 今天根据林传媒的报道 韩国瑜办公室回应说 另有行程 不会参加 那你这样跟人家说 在电话中 说得多好 都多好 人家怎么会信呢 韩国瑜的办公室会有这样一个公开对媒体回应表示说 避免误会嘛 就是说七月二号五号有两场这个挺侯大会 那是不是就会传出来说韩国瑜要参加避免韩国瑜被消费 然后单方面不管是谁去放话 说韩国瑜会去然后最后没去 然后变成好像韩国瑜放鸽子一样 然后韩国瑜有什么状况 所以这个先把话讲清楚也好 那当然韩国瑜他有他的这个行程 每个人都一定有他的这个事情 表示说刚刚其实孟瑜你都提到一个重点了 就是侯友宜在韩国瑜啊郭台铭啊 还有这些地方的县市议会 这些逃兰 这些各派系的地方要找三头 还是要花时间去整合 不管怎么样 一次两次三次不够 十次时故毛孺 都要去想办法拜访 尤其是韩国瑜这种 在党内有某种精神城市的这样的一个 他是可以射出穿云剑的人 对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嘛 所以这种有精神层次的 有追随者的一种 好像可以说是教主那种感觉 你就不能轻忽这种整合的影响力 所以当然侯友宜一定要继续做 侯友宜还是要持续的 去跟韩国瑜拜访啦 跟他沟通 不管什么时间 我觉得到明年1月13号之前 有这么多的时间 当然不要拖到最后一个月才做啦 你现在能够七八月 在国民党7月3全代会前后 这两个月能够尽快的能够把这个 让他们自己如吃定心丸 然后也让韩粉或者是韩国瑜 韩国瑜的支持者 跟国民党内啊 很多的这个希望能够看到 铜框 这么多的关心外注 外界注目的焦点 都能够放下一颗心 这是侯友宜 应该我觉得重中之重要做的事 而这些接下来 我相信金卜中跟陈国军加入的时候 陈国军7月1号正式上工 因为侯友宜的办公室 传出来说7月初要迁到新的地方 空间比较大 那陈国军早就已经进出帮忙了 那金卜中也进去两天了 大家看到的新闻会发布都是 他们已经进去了 已经开始开过会 然后也开始下过这些战术的指导 所以才会那个媒体报道出来 那侯友宜要做的不只是这些 不只是刚刚我们从一开始节目 就跟大家提到说金卜中跟陈国军进来 那你这些你过去曾经碰到过的事情 比如说刚刚我们看新闻商败 他被这个黎明珍当场考试一下 这就是他过去没有 不能说他没有料到 他应该早就要料到了 所以一旦你过去 怎么中了一元殷 后面就会有什么果 这个就没办法 这个就让他自己去承担 这个就算金小刀去嘛 没用这是要考自己的 这个就要自己承担了 这个侯友宜他心里也有心来哉哉 有心理准备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讲出来也好啦 表示说他在媒体前面 考试自己也考试侯友宜 然后侯友宜感觉是我不好意思啦 那我也不要说早知如此何必当初 但是你当时3月4号 最后一场这个肇事晚会去 你如果去就不会这样了啦 就不会这样 但当然啦 林明珍会讲出来 表示他也会把这个事情当成笑话啦 那其实大家都知道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接下来未来面对的挑战有很多 要拜访的人也很多 当然你看到民进党整合成功之后 几乎或者是只要定于一尊之后 就没有很多人再有这样的意见 国民党很多的支持者 跟我们国民党党内的一些人士 也要记取人家的一个经验和教训 看看人家想想自己 也不要再有这么多闲来闲去的 提名一个就是闲谁 侯友宜现在出现了 全党上架就团结支持他 然后帮他想办法出谋话 这是安排让他去拜访能够去整合过去 不管是说比较没有close的人也好 或是地方比较疏离的人也好 想办法把他这个抠回来 像漏中一样 把他抓起来串成一串 你才能够去打仗 侯友宜到底有没有办法当国民党的汤口 明佑哥再稍微帮我们补充一下 因为很多画面 说真的我们看了都替侯友宜在冒冷汗 昨天南投那一场 想到林明珍当场把他洗面 把他说真的文艺 在旁边听都觉得很尴尬 那另外到彰化去 这个彰化议长旁边滑手机 挖耳朵 然后打哈欠 这是各种的不尊重 不在乎 明佑 因为我知道那个蒋根皇 他都跟在旁边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是议长联谊会的会长 那你要想他去到地方上 蒋根皇跟着 这些议长 你不会像何胜丰一样说要出谷 我就不跟你去面 其他人也会至少说跟你见个面 那我知道谢典林他很无奈 他就是很表明我就是支持郭董 那我姐姐去支持你 那是我姐姐的事情 可是我们谢家为了地方的利益 我又是议长 我没带才好 所以你看他在旁边很无奈 不是抠旁边 还没有打哈欠的欧品康 你也觉得很无聊 你没有看谢一锋在旁边 成对比 正经为座 对然后非常严肃 叫他们兄弟在旁边 对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他去到你看蒋根皇一定要跟着 没有去押政 大家都不会礼侯友谊的啦 所以他去南投何胜丰 为什么要出国 你看他学历的事情 然后搞到最后说 不然我就退出国民党 因为朱立伦的什么牌黑 有一些蛙狗的 那我又不要 我就直接退出 然后他跟郭台敏 郭台敏才去南投故庄 侯友一要去之前 郭台敏才去 何胜丰是跟他手牵手 而且还设宴款待 对还实质紧扣 所以各位要知道 正在有当时有妹妹咳咳咳 我个人没有支持你 我们站在港董的里面 我也不能说我没有支持你 我现在就要爱爱妹妹 所以你看 意思意思意思 侯友谊他现在可怜的地方是什么 我去冰冬 南买到我港台 我看到他们女儿童也不买 然后去到中华 好 逼出去 家族会议通过 我写定人要站出去 我旁边去搖一下平坑 看看手机可以吗 然后何胜丰要站好 我就出国 再来 南乡官长林明珍 是要当民给你搖洗 各位去书科看看 对来议员讲的没错 重什么因得什么果 但是我要讲 为什么连韩国瑜 你都要强调我跟他有通过电话 这很可怜 我们如果高前好就直接出来了 对 韩国瑜还要说没有 他要沉溺那个 我没有一定要去 我可能有其他重要的行程 为什么今天选举会选到这样子 各位去思考 过去的侯友谊 你怎么要对别人的 韩国瑜 总 那种北海案 竞选造势大会 你能不能去 然后再来 在三天堡造成 扭捏作态 然后再来 我们这个南乡官 我们林明珍在選委 选前置业 连讲话都下去了 就他不去 所以你要想选举叫做人和 那你看你平常是当人 要做人 侯友谊不是每个人都从他从 新北市场要选 连任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他要选总统了 搞到最后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 我告诉你 这场选举呢 国民党已经奔崩离析 态势已定 这个态势已定呢 气候保科 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要嘛 你这时候 顾你的新北 我不要选总统了 我顾心白 不然就说 我死掉心白市長好啊 要选总统 这样你们这些議長 对我有信心 蔣庚皇不叫我帮你整合 不然被你出 未来 朱立伦还要被你出国 现在蔣庚皇要被你去台风 你做一个总统好选 很可憐 你未来生日什么拜公拜佑 你看你也很买租 因为台风的議長 不要跟你叮咚 未来到这场选举是什么 大家看笑话 大家顾自己 立委没有母鸡 所以文森大哥讲的没错 我一天也去紫南京 紫南京那只大母鸡 为什么现在疫情时间 是不能去碰的 你看你这只母鸡 也没人敢去碰 紫南京旁边就是 这个消防大队训练中心 为什么大家直接讲 他们支持郭台敏 很简单啊 就是看不起你侯友宜 你不要以为你在锦销 都可以得到选票 我看现在连消防都分封离析了 如果人的不好 地方的议长 这场选战还要怎么继续打下去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关心 2024这场大选 要不要重启服贸 也成了选战的交锋重点 等一下回来 一起来关心 plenty 东西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民事新闻 自技写上 精彩戏剧统统免非看 尋找小魔女Doremi 真人真事改編 淺田家 吳奇隆回歸 我的砍架女王 笔记搜寻四季线上 免家会员 集点集看 其实大家现在又有口罩大解封 所以现在全部病毒全部都没有在管机节 都全部在一起 所以对于父母来讲其实是非常的焦虑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要请教林医师 林医师 请问你卧推都推几RM了 我之前还没有大概100左右 100啊 你又推几RM吗 100大概5下左右 5下都推几组 等一下 大家可不可以冷静 我们讲流行 以上节目由万事一冷气冠名赞助 选战开打 周日开奖 全国第一永不加码 周日至周五晚上10点 民視新闻台 四季线上精彩戏剧 通通免费看 七细花 奈何花 姻缘花 立即搜寻四季线上 免家会员 集点集看 台湾的眼睛 民视 邀您一起花谢台湾之美 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近视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算长得都还长得 因为你蛮高的嘛 不可能他比较担心长不高的问题 刚刚要帮他说晚睡的问题 你们没有在乎吗 我们都睡得很饱 而且我那个大儿子 你们是现在是前三名 因为按不到铃很生气 应该是带着情绪在聊天 这有个重点 就是敌对跟你说不是那个 通常都是这个 市井豪梦后 请继续收看医学大联盟 四季线上精彩戏剧 通通免费看 七细花 奈何花 姻缘花 立即搜寻四季线上 免家会员 集点集看 台湾的眼睛 民视 邀您一起花谢台湾之美 四季线上精典戏剧大赏 花系列通通免费看 七细花 奈何花 真的跟他说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都误会他太久了 对 柯文哲没有反服帽 柯文哲如果当选总统 他会继续推动服帽 那他过去靠着反服帽运动的风潮 从素人医生变成市长 那我们就当作是一个美丽的历史误会 曾参与三一八学运的台北市议员 苗伯雅 凯森 大家都误会民众党主席柯文哲九年了 因为要选总统的柯文哲 表态要重启服帽 还辩称自己当年是反黑箱 而非反服帽 当年的太阳花发言人吴珍出面打脸 当时在2014甚至更早2013年的柯文哲 也不是这么讲的 他认为这个就叫螺丝钉战术 就是螺丝先钉下去 然后越锁越紧 柯文哲强调只要服帽一千钉 台湾高阶的医疗人才 就会跑去中国 而第一阶的医疗人才 薪水就会再降低 那为什么柯文哲如今变了 当时柯文哲还以医师身份 在工厅会举证 服帽帽帽来的冲击 如今成了回力标 实力立委邱贤志 跟柯文壮炮抨击 提倡重启服帽的政客 台湾人民都应该唾弃他们 不会说因为这个反黑箱 而导致了50万人上街头 脉络其实非常清楚嘛 就是中国因素嘛 不要因为说这个你要去靠向这个深蓝的这个选票 对当年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去做这样的曲解 不要再装傻了柯文哲 一中才是服帽真正的目的 现在中国的经济正在下行 失业率不断的飙高 我能够想到的理由就是 柯主席其实只是为了争取北京的支持 只是要挖蓝营的墙角 执意重启服帽将成为中共统建工具 跨党派齐开荒 要柯文哲别为了选举向中国靠了 这两天为了服帽的议题 这个民进党跟民众党 这个绿白之间也吵得很凶 甚至柯文哲直接骂说 赖清德是不是放狗咬人 我先来请教这个范云委员 因为在讲之前 我们先来看 到底柯文哲的立场是什么 最上面这一段 这是我们去找了这个民众党 这两天在他们的脸书 他们的官方脸书专业 他们是怎么写的 他们说柯文哲始终都是反黑箱 支持两岸协议监督条例立法 完善经贸谈判事前以及事后的监督 避免遭到买办集团的垄断 更主张货帽优先于服帽 好当然民众党的粉砖 虾嘎乐乐等 不过重点大概就是这一段 强调柯文哲的立场 这个跟九年前范委员 您所认识的柯文哲 有没有不一样呢 当然非常不一样 那我们都晓得就是说 也许有一些部分政府的 不是每件事情都需要经过国会 那当时那个争议 就是说这件事情非常多人反对 那可是在国会 就是说30秒 大家有印象中通过 那所以今天才有那个吴珍去站 就是说当年那个 我都快忘了他的名字 叫什么的 他的 张庆宗 张庆宗的儿子 因为张庆宗当时主持人 30秒什么 据说在厕所旁边通过 那这件事情 现在张庆宗的 后生跟吴珍要选戏 对 吴珍是代表 当年的太阳化的学生 站就是说30秒 就是说最黑箱 就是因为这个30秒 通过这么重要一个 那会让台湾整个经济上整合 用今天的话讲 锁禁中国的这么一个 重要的一个福贸协议 那福贸当然很重要 因为他主要就是在讲服务业 是台湾人可以去中国做生意 可是中国人也可以带着 他的资本来台湾 进入我们的服务业 服务业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 就是服务业 从刚刚讲到的医疗 当时这个科匹 还是医生的时候 他也反对的 到就是说餐饮 甚至当时我们做的很多的研究 社会福利各方面 连殡葬业 你只要带着一部分的资金 他就可以进几个 从对岸进几个中国人 然后过了几年 搞不好都可以得到 我们的一些身份证各方面 所以其实就是当时 中国怎么去影响香港 香港后来一天一天被中国化 连他自己的政治都被影响的 因为这部分就是说 中国其实对他的新疆 对很多地方 西藏香港都是一样的策略 所以当时我们真的要谢谢 太阳花运动的年轻学生 我当时也是反对的 可是我们还没有冲进去的时候 学生就冲进去了 那为了这个太阳花运动 其实我自己也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 天天去那里 当时台湾民众还并不知道 服貌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要反的时候 那我们组织的教授 大家各自去研究 把他在外面用演讲上课的方法讲清楚 那我很生气的就是说 你柯文哲当时为了要选台北市长 而且当时是民进党 可能会支持他的情况下 他来到现场 如果你只是反黑箱 那你应该在家里发个声明 反黑箱就好了 你还到现场 而且还进到议场 进到议场 基本上行动上就是百分之百支持 而且一开始柯文哲还以为说 没有留下痕迹 然后他们的民众党还说 只是反黑箱没有反服貌 意思是说 如果公开透明的话 柯文哲也可以支持 事实上他在当时很多讲的话 刚刚记者会吴珍所讲的 他就已经实质上在反服貌 以他最熟悉的医疗产业 那真的柯文哲这样的政治人物 我们现在真的是看透了 他真的就是黑心商品 现在为了蓝衣的票 知道蓝衣可能一部分的人 也是会希望跟中国经贸整合 然后进一步张志商被整合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 他然后侯友宜马上就跟进 突然之间 刚刚还讲到 什么九年前的 就是说服貌议题 变成这个选举的大议题 那我要讲的是 谢谢太阳花运动 当时全世界都以为 要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 因为太阳花运动 学生的激烈的行动 让我们整个社会被摇醒了 突然好好的辩论之后 就发现我们没有要服貌 我们没有要货貌 因为经贸失去了自主性 你让开大门让中国进入 我们这里最本土化的服务业的时候 那台湾就会被在政治上 整合到里面了 所以我们就觉醒了 然后马英九政府就镇压血液 后来就下台了 大家都记得江仪花当时怎么样打 就是说让镇报警察 打伤了多少民众 那在这么多人跳出来支持的情况下 马英九下台 而且柯文哲为了要选台北市长 就来到现场 然后不只是坐在那边进到一场 还以医疗产业 还参加了宫廷会 今天居然可以 民众党还这样 就是说 说他只是反黑箱 我真的觉得 他就是最大的黑心商品 那今天为了抢这个票 那我要讲的是 真理是越辨越明 你今天去全世界 就算今天的德国还在辩论 德国的外交部长 都已经告诉大家 德国人去中国做生意 事实上是伤害德国的民主 我们不能在经济上依赖 所以你今天 我们要谢谢当年的太阳花运动 让大家整个觉醒 然后台湾并没有继续签 EFA签了 很多人说 那你怎么不把EFA 那个 就是说废掉 EFA是个架构 就像一本书的目录一样 说你再来哪一张内容是什么 可是你中间 只要对服帽有疑虑 对货帽有疑虑 都可以不用签 后来就是还好停在这里 所以我们没有签服帽跟货帽 所以我们才能够 经济上不被锁在中国里面 那这两天就是说 很多人都告诉我们 当我们西晋的台商 已经回来的时候 你突然要跟全世界 民主国家逆流而行 那我真的觉得就是说 如果柯P 那如果就是侯友宜 继续打这个要重解服帽 我真的觉得 他不会赢得民心 因为全世界的民主趋势 就是看到跟中国做经贸的风险 然后不断的要求自己的企业 一步一步要节制 我们陈建仁院长也讲得很好 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头 更何况大家都已经警觉 而且这是对我们领土有威胁的 所以重启这个部分 我真的觉得只会让他们的选票 彼此竞争 那事实上台湾民众会越辩论越清楚 更何况他就已经证明了 是个黑心商品 你如果真的喜欢跟中国同意的选侯友宜 至少还没有他那么黑心 虽然我们代议员可能不同意 觉得一样黑心这样 来这个部分 柯文哲现在讲这些话 到底是不是真的在算计 这个国民党这边的选票呢 我们来看到 其实今天在民众党的脸书 他们还有做了一张图 做了这张图卡 他诉求的是说 蔡政府挺服帽 赖清德反服帽 呛民进党两套标准 到底事实是不是这样 等一下回来 我请尾山这边来帮我们说明 王蔡今夜拍哭戏 用眼过度大问题 遇到哭戏的时候 会用撑的 然后 就不要眨眼 就一直看着对方 这眼泪没有掉下来 不是 对 后面都在干眼症 笑的时候你眼睛起来 就一片乌蒙蒙的 每周三周四晚上10点15分 请锁定姐妹亮起来 本节目由洁生通信 挑战手机市场最低价 冠名赞助 歌谣大师陈明璋 一把月前游台湾 细说不同世代的故事 唱出属于台湾的声音 听台湾在唱歌 每周六下午4点 每周日上午10点 请锁定民視台湾台 四季线上有超过100台的精彩频道 随你看 全方位精彩节目 最丰富的免费频道 下载集看完全免费 要到我们的海上面担任我们借户的一个工作 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 目前我们这招组法 可以说是台湾海域附近 最安全的一招组法 总共派了十几台 水上摩托车来保护他们 他们毕业生 毕业的时候都会来体验这个 采科吗 会啊 都会啊 大概有几个这种科幅 一万多 一万多 本节目由财速石油95家冠名赞助播出 台湾的把酒 冰湿 四季线上有超过100台的精彩频道 随你看 全方位精彩节目收视大满足 重大一提 Live播出 让你轻松掌握天下事 最优质的卡通频道 大人小孩都能一起看 精彩赛事 伯漏街点燃你的运动魂 超过四 你有没有信心明年能够胜选 照这个趋势下去是有机会赢的 前一次明斗登顶 柯文哲自认选情看状 接受专访更吹嘘自己最有魄力 我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我水汇有调过 只有柯文哲调啊 柯文哲自信心爆棚 但之前抛出不排除退选后 马上扎蛋输 说要有理由隔美起贴 又鄙视一切 最重要功成而不拘 这是我的人生态度 世间的中华富贵 这个 嘴上爽谦虚一开口就泄底 评论对手毫不掩饰 人生的个性很惊 第一次遇到他跟他吃饭 他三个钟头震惊为座 这样我是变动比较快 我觉得他好像都不太转弯 因为侯友宜是怎样 我也就是反正他刑警出身了嘛 要借地气的就这样 也只有这样而已 俊尼大选还有半年多 他已经迫不及待构思内阁名单 上次你点名了黄国昌 当法务部长 他当没有问题啦 有时候要跟他踩一下SARS 因为他的个性虽然是太重 你行政院长 你现在看起来最高的是谁 我等下来跟你讲 好好 我已经想好了 你要不要当宣布局长 现在已经没有新闻局了 还可以当NCC委员了 他只要名叫一高 就会产生一些号码 人家批评他的就会生气 就会到处的去通关家族 在选前不应该犯的一些错误 总统唯一可以决定 就是要行政院院长 对于台湾的政府提示 以及宣政提示 都还要去上课一下 民嘴炮轰柯文哲傲慢 反而暴露自己的缺点 有一份民调 先前我们讨论过柯文哲冲到第一名 这可能让柯文哲自信心爆棚 韦山刚才有听到那个广播嘛 柯文哲觉得说 照这样趋势下去 有可能会赢 有可能会赢哦 所以人家现在已经在布局 像要做行政院长 谁要进这个NCC当委员 谁要当法务部长 人家柯文哲都在想了 而且最近看到民众党的攻势 确实也是蛮伶俐的 很多图卡也都齐发 这个空战也都不手软 所以韦山今天民众党他们说 好像蔡政府有两套标准 为什么蔡政府是挺服帽 为什么赖清德这边是反服帽 说你们是不是这个标准非常不一样呢 我们完全没有挺过服帽 不管是蔡英文总统本人 或者是蔡政府整个政府体系没有挺服帽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柯文哲 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 竟然这样造谣随便乱说话 那这样真的是不行 就我真的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总统候选的格局 可以这么的低 在这个状况下面我们都知道 我们民众想看到的是正面的政策上面的辩论 而不是这种喷口水事 随便乱讲话乱靠帽子的这种选举模式 因为柯文哲现在就是有点像是 反正他觉得他已经拼过侯友语 他现在想要加码 那加码方就是拼命打绿营 然后拼命从来那边吸票 这就是他目前为止的一个做法 那为什么服帽他会想要重启 那也是因为国民党当初挺服帽 那他现在就觉得年轻人这块已经巩固了 那他现在只要去挖这些所谓蓝营的这种经济选民 他觉得是有机会的 可是那我就觉得那这样子 年轻人其实没有搞清楚柯文哲到底在做什么 我觉得他已经有点 大家被他洗脑 也不能洗脑 大家还是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但是柯文哲实在太会讲话了 他没有意识到说 十年前的服帽是这个样子 大家要知道现在的服帽大概是我大学生的时候 大概研究生的时候 那时候我大概23 24岁 所以等于说在现在那个时候 现在正在投票的20几岁的年轻人 在那个时候可能是高中生或国中生 他们对这件事可能真的不是很理解 所以真的要呼吁所有的观众朋友是长辈的 这样回去跟年轻人解释一下 服帽到底是什么 为什么当年大家走上街头 50万人拼命要反对这个服帽 因为服帽就是最大会冲击的族群 其实不是老人是年轻人 因为所有的三级的产业 大多数都是由年轻人进场工作的 那所以如果服帽进来台湾 那基本上就会变成说 整个年轻人工作的就业机会就被剥夺 大家要知道现在中国的失业率高达20% 那你若这个服务贸易签下去啊 以中国这种愿意低薪 然后来到台湾工作的状况 我们很多的就业机会全部都会消失 而且现在中国就是拼命的想要跟台湾 去嫁接这个经济上面的影响力 那所以连侯友以前真的说什么 他希望可以服帽可以暂缓啊 但是问题是他希望可以开放这个陆生 这个大陆的交换学生 中国的交换学生来到台湾 那这个未来可以留在台湾继续就业 其实这些都会产生一个问题 你来台湾就业就要给他健保 就要给他劳务保险相关的保险 那你最后整个台湾的整体经济 就会被钳制在那边 那这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 所以现在柯文哲就是想尽办法 他觉得想要讨好一些 可能企业家或什么 去把这个台湾的经济 跟中国做更多的价值 那可是这个东西对台湾人的小朋友 是影响最大的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 多多去宣传这件事情 不要让柯文哲去欺骗这些少年人 觉得说好像签了也没关系 因为算签了对岸也会打开他们的市场 可是问题是我们可以接受中国的低薪吗 中国现在的年轻人的平均起薪 以台币来说的话大概只有2万块 比我们台湾的最低薪资还低 那边平均的价格比台湾的最低薪资还低 年轻人真的会愿意过去吗 恐怕是没办法 即便过去可能都是所谓的高阶的人才 可能是医疗人才或是科技人才 可是去了之后以过去的经验 大家也都知道 他们吸收到你的技术 学到你的东西就把你丢掉了 所以你去那边只是一个免洗快的角色 那大家真的希望台湾的经济变成这样吗 我相信不是 所以10年后的现在 就我觉得我们在看一个很奇怪的魔幻秀 也就是说我们我10年前我还跟吴珍啊 跟非凡啊 我们一起在立法院抗争 在行政院抗争 在议场外面抗争 我们过了10年之后 怎么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位置 要做更多事情的时候 怎么好像服貌又重演了 就是这个事情照理来说 不应该重新回到那个原点重新来过 所以大家真的要注意 就台湾现在好不容易走出新的路 我们把鸡蛋放在很多不同的篮子里 我们不应该走回头路 我们不应该跟中国持续绑得这么紧密 如果真的重启服貌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其实这两天 前行政院长苏贞昌也有说 他说10年前就已经讲过 服贸将影响台湾10大行业类别 这罔顾了台湾400万从业人口的生计 所以千万不要把鸡蛋通通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面 柯文哲现在挑起了这样子的服貌议题到底算计是什么 我们来看到其实本来大家都觉得这个忠实这个媒体是不是跟柯P算是关系上也是蛮好的 但是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新闻透视 他是这样讲的 说柯文哲耍嘴皮子 退潮就知道到底是谁没有穿裤子 我们来看到这一篇是怎么讲的 他说根据报道 柯文哲说重启服贸货 但是后来又说要先过监督条例 其实讲这些就是想要吸引泛兰的目光 再用什么 再用监督条例安抚潜律 我请教一下竞平议员 因为现在看起来侯友宜的态度也是要重启服贸 所以等于说在这个服贸的立场上面 他跟柯文哲两边要来分票 柯文哲也很高 他现在又说没有 这个监督条例要嫌鬼再够 所以等于他两面讨好 先吸引泛兰的目光 再用监督条例安抚一下潜律 两边都买 那这样侯友宜怎么赢得过柯文哲 来议员 侯友宜不是说先重启服贸 是跟着这个议题 因为这个议题是由柯P开打的 让这个民进党找到一个破口 可以打柯P 因为柯P的民调有的部分媒体 大部分都是做这个柯P第二侯友宜第三 然后这个赖庆的第一 但是也有少部分的媒体 一两家媒体做到这个柯P已经第一了 然后侯友宜第三 然后赖庆的第二 所以让这个不可否认的是 侯友宜的这个民调出了 刚刚我讲说避免老三顾化之外 他排第三 这个不可否认的一个唯一的交集 就是柯P的民调上来 上来到第二 然后有的就是已经取而代之 这个威胁到赖庆德变成第一 那一二赖庆之争 那民进党回过审来 所以上礼拜几乎就有一天 有一篇媒体报道 网路媒体有在传 也有在报道说 民进党要调整了这个 全力打猴的策略 要科猴都打 那现在回过审来 因为柯P刚好讲出来说 这个要重启服贸的议题 找到一个可以攻击他的 一方面可以塑造说 他跟过去国民党在执政的时候 2016年政党第二次轮替 这个第三次轮替之前 那国民党因为2014年的这个服贸 这个引起了这个太阳化的 这个血运的事件 所以等于民进党打柯P 第一个他可以塑造 制造蓝营跟白营 这个柯P之间的矛盾 就像刚刚几位来宾讲的 你就会去抢票 然后第二个你可以形塑 柯P的投机形象 就是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那种概念 就是2014年2013年2014年 太阳化悬映期间 反服贸的柯P可以坐在 这个立法院那些画面都还在 就像刚刚范云委员讲 还可以进去议场干嘛的 就是当年他要选台北市长 民进党跟他结盟 然后合作民进党不提名 然后支持柯P 对民进党来说 这是最被刺的一段 你背叛了我 然后你用背叛了我的理念 你背叛了我们当时结盟的形式 然后你现在要走自己的路就算了 然后你回过头去否定你自己 所以等于侯友宜 他就把这一段讲出来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为什么会去反服贸 反黑箱 你说反黑箱 其实就是反服贸 都一样 不管他怎么解释 我昨天在上我们 我们这个民事其他节目的时候 我有看到像郑浩其他来宾 还有这个青黄兄 还把那个柯P穿的那个制服 T恤上面写反服贸 反服贸 他穿的T恤总不能是P图P上去吧 就是他曾经穿的那个T恤上面 那也是他自己要穿的啊 对他就把T恤穿上面 那T恤胸前的大字就是 我反服贸协议 不是反服贸黑箱 他都穿上去 所以很难去拗啦 当然现在民众党 柯P当然会去拗 我觉得你要他现在讲这个是不是就是要抢你们国民党的票 然后压低侯友谊的支持 他要不只是抢国民党 他要往中间靠 应该是这样讲往中间 深蓝的对于这个柯P也好 或者是对这个服贸的问题 他是抢不走的 因为本身我们台湾现在这个2021年的统计 对中国大陆的贸易顺差有1700多亿元 到了去年2022年比较少变成1500多亿元 但是还是很多台湾出口中国大陆的这个这个货物东西占了是超过四成 所以你说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有这个依赖有下降吗 其实并没有不降反征 那到底要不要这个谈服贸 但我认为现在是社会缺乏共识 那你会不会再谈一次 又引起更大的一个社会运动跟抗争 起码这一点民进党 激进党跟实在力量不会放过你 一定会再发起这样的一个抗争 除非民进党自己执政当家的不闹事 他不会发生的 如果是民进党不是执政 他肯定会下2014年 所以没有社会共识的情况下 是不是先谈货帽比服帽好 所以你看柯P马上这两天赶快又丢出来 货帽比这个先谈服帽 我觉得他一直不断的在修正 不断的去讲话 那不管怎么样 两岸兼乌条例到现在还躺在立法院里面 是不是要去touch这个议题 我觉得柯P谈这个说 两岸兼乌条例可以先修 你现在民众党就有立委在民地法院啦 你五个也是 民众党有党团 你现在就可以提 那民进党一定不会跟你谈 或者是封杀 你马上就让民进党来看 马上就是现在在选中总大学 我觉得很多的策略 我觉得都是一种选战策略 民进党打科打民进党是一个议题 国民党口友宜跟进也是一个议题 那民众党抛出这个议题 然后也在这个做 都是为了选战策略 听听就好 柯文哲这样子的投机心态 连忠实都这样写了 说这个目的你就是在计算 到底能够拿到多少票吗 听其言观其行啦 他说柯文哲讲的话 如果能信鸵鸟都可以飞上天了 到底现在我们整个 我来看看这个两岸的情势是怎么样 我请这个温大哥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财信传媒的董事长谢金河 他有写了一篇文章 我看到其实蛮多人在转传的 他说中国现在年轻的失业率是高达20.8% 而且大家知道 这种数据 这个透过很多层 我们会知道之后 数据应该都是经过美化过后了 还有高达20.8% 他说全球的供应链正在加速移出中国 这个时候主张服貌的政客 再度把台湾锁禁中国 台湾的经济灾难 恐怕必须要全民承担 来这个温大哥怎么样看 在这个时间点 哇柯文哲安 他现在又说这个服貌货货 要货货先行 哇他这个讲的话 我不晓得温大哥怎么样来理解呢 这个服貌跟货货 说得不啥啥 反正就是贸易战 所以外国人这个漫画一目了然 就是说进出口 或者是反正你需要 我需要或什么样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商战 但是因为商战如果失败 就像刚刚谢金河讲的 中国现在因为武汉肺炎的后遗症 他们到现在不太承认说武汉肺炎对世界造成的祸害 跟中国本身的现在慢慢浮现了 对吧 那不可能的事情嘛 全世界大家爱逢遍野 你中国不可能是好嘛 对吧 因为你是祸元所在 所以对柯文哲来讲 外国媒体对他是相当寄以厚望 因为他很会包装 而且PhD嘛 然后民众党 然后各方面的这些造势 特别是各位要了解 刚刚一直提到说柯本身 他当时在立法院到底有没有 当时他还在台大教书 我印象很深 那时候他开始大概准备要选台北市长 他进不去立法院里面 因为那时候已经被霸占 那他只能在外面跟他的台大学生 在那边设了一些医疗站 台大学生的医疗站 所以看到他都叫教授 他去的时候我就跟他讲 我说你不能空手 所以特地提供了张药房 就是竹南张药房做的幸福江堂 买了两万 让他送给那些学生 因为人家彻夜在那边 保护这一些太阳花的这一些 学运的各界人士 所以进去以后 他也是满场飞 那我就只跟黄石成 跟刘建国 我们就就在那边 他本身就是跟他的学生打招呼 那个时候感觉的柯文哲 真的是 就是一介一师 然后充满着爱心 准备要投入台北市长 所以当第一晚 这个学生林辉凡这些人冲进立法院的时候 柯P本身真的也坐在苏贞昌旁边 蔡英文也在旁边 那都静悄悄的 传统上如果民进党在过去抗争 在立法院抗争 这一张是比较典型的 就是抗议郝伯春阻隔 各位可以看得到蔡同龙 柯建民阿炳当时都是可以说那个场景 你跟反服貌那一种 好像好像这个有点说身不由己 在半夜的时候就坐在立法院的那个楼梯那边 熬夜保护警察不要去冲进去 这个此一时彼此 所以再回顾当时的情境好了 这本书是陈怡君所写的 陈怡君本身 他就说马英九三个不确定 ECFA福茂这些 他都提到不能只讲机会 不谈风险 陈怡君本身算是国师级 他到大陆取了社科研之发 他本身非常了解中国 所以当他写了这本书 在劝马英九 你不听 不听的话 这个政党这一本书 讲塞话 你当2008当选的时候向前行 向前行最大的一个转折点 就是服貌 所以没有太阳花 他说实在话 台湾今天大概就像谢敬禾讲的更惨 所以那一关冲过了以后 当然造就了这个柯P 柯P第一本书出来的时候 大家当然既以豁望 那时候大家还认为说改变成真那两个字 写得快一点变成政变 改跟政很像 结果没想到他选上了市场之后 到现在的发展 真的有点像政变成真 为什么 他可以说可以录年轻人都非常喜欢 然后各种的一些算是他讲过的话 你变成不知道要相信哪个版本 他已经不是亚斯伯格症 我跟他认识这么久 认识多久 各位可以看 他这篇就说 这个政治找回良心而已 找回良心而已 各位看一下 二零一四年十月七号 当时他爸爸不希望他选台北市长 是我跟陈唐山跟季政跟黄时辰 拜托他爸爸点头让他出来选市长 所以引来了一个灾难 但这个灾难讲这话在我看起来 并不是他个人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跨国的 外国人常常会研究 整个世界有一股黑暗势力 他的黑暗势力 在我们看起来 我们成绩不够 只好看外国人他们怎么写 连中国的分裂 两岸的一些状况 都已经可以把它解读成各种的 都有这个历史 各位可以再看一下 这个黑暗势力 你说包括杜叶生这些青帮 乃至于普丁全部都进去了 我相信这一本在盘的时候 柯P大概要列进去 柯文哲他们现在 柯振营的竞选策略是怎么样 其实已经有媒体 其实看透了 这个林传媒说 其实根据了解 柯振营评估 只要可以把侯友宜的民调 压到15%以下 柯文哲就很有可能 惊险过关 拿下2024总统的宝座 这可能是柯振营的如意算盘 可是真的有办法 这么样的胜利吗 因为现在说不定 还有第四位 郭董传的蛋 传出端午节的假期 郭董有密会王金平 做好独立参选的准备 等一下回来 继续来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明示新闻 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近视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算长得都还长 因为你蛮高的嘛 不可能会比较担心长不高 刚刚那妈妈说晚睡的问题 我们都睡得很饱 而且我那个大儿子 你们是现在的前三名 因为按不到铃很生气 对 刚才是带着情绪在聊天 对 这有个重点 就是敌对跟你说不是那个 通常都是这个 市井豪门后 请继续收看医学大联盟 超人力霸王系列作品 就在四季线上 小怪兽成长日记 大方秀出汉母鸡侯友宜的刊版设计草稿 立平立委连任的国民党彰化现当部主委谢一凤 要大家帮忙选 哪个好 还没有就是很满意 还在想说是不是可以做什么改变 谢一凤全力挺侯友宜 但其他小鸡们却脱对了 还在争取党提名的温宗玉 早在党宣布总统人选前 就挂起和郭台铭的竞选刊版 甚至还一起拍宣传照 挺郭立场相当鲜明 地方挺郭的声音的确是比较大 纵使郭董他初选没有过 然后身为彰化人 老实说我们都非常重感情 我们觉得还是必须先放着 等我们初选过后 一切再来重新规划 如果我今天是跟周杰伦挂一个看板的话 那大家应该都只注意周杰伦吧 所以忘记到廖伟祥 所以我才第一波是希望说以廖伟祥为主 蓝营的议员也很支持 很感激他们 所以他们提供看板给我们 所以我就跟地方的议员一起挂 即使自己是前台中市长胡志强的 办公室主任廖伟祥 暂不打算靠名人加持打知名度 选择和在地议员合作 而立拼接棒台中市长卢秀燕 以前立委选区席次的黄建豪 则是挂起和卢秀燕的看板 努力争取选民支持 侯市长那边第一个也还没拍照 那第二个可能他的相关的文宣 竞选的主轴也还没有出来 我选区的特殊性 所以应该还是会以卢市长的这个传承 为主要的诉求 除了跟侯友宜一起挂以外 卢秀燕市长 还有我们的蒋万安市长 还有我们的韩国瑜市长 甚至其他形象清新 理念接近的伙伴们 我们都希望能够一起来合挂看板 不管怎么找怎么问 中南部的孝鸡们 不到最后关头 是不会挂起和侯友宜的看板 选情的风向是怎么样 到底母鸡强不强 其实小鸡在基层是最敏锐的 明游哥我们刚才看到已经有好几位 这个国民党不管是你参选人 或是已经被提名的立委参选人 现在跟侯友宜有挂看板的 好像寥寥无几 到底为什么 我们来看看今天这篇风传媒的报道 说根据了解 端午廉假期间 郭董在走访完南投啦 苗栗之后 又跟关公好兄弟 王金平联系上了 两个人有一场私密的会谈 根据了解会谈过程当中 郭台铭跟王金平说 他做好独立参选的准备 郭董真是要出来吗 真的有准备喔 来明游 我觉得沈富雄讲的没错 本来以为是老虎 原来是水牛 就是在讲这个侯友宜 为什么呢 因为你看之前 郭台铭跟侯友宜在PK的时候 那时候都还没讲说 要不要征召侯友宜 大家都认为说 你看侯友宜的后世代发 非常有未来性可欺 还有说什么猛虎出闸的 对对对 结果搞到最后呢 这跟水牛差不多啦 所以怎么样 然后不知道他的爆发力在哪里 所以大家很紧张 你看谢一凤 他本来就是猴粉 所以你看他永远都说 你看我把那个侯友宜挂着 我记得有一年 我们在打选战的时候 在选新北市长的时候 2014年 就挂一个看板 然后只要说支持谁就是支持马英九 那时候连彰化 不是云林那边 前县长都去告 告诉你 你这样是公然毁谤 为什么 因为不看好马英九 马英九那时候的民调太差 然后现在呢 现在侯友宜没人敢挂 是悲哀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们在选新北市议员的时候 我那时候帮陈乃宜操盘 我们第一个就先赶快把赖清德挂上去 为什么 因为我们觉得他是最强的母鸡 我认为挂他 对那个陈乃宜有加分 所以我们就赶快挂 到今天为止 所有的立法委员 不管你 他除非规定说 好像初选 你不能挂 因为要初选公平 可是确认说你要选立委的 每一个赶快把赖清德挂上去 因为知道会加分 所以母鸡的重要性在这里 可是现在问题是什么 问题这一只母鸡 连到地方都会有屁股 这一只母鸡 连你要不要说他是母鸡 这些议员都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你看台中市现在很明显 不敢跟他挂 我宁愿跟卢秀燕挂 跟妈妈市长挂 我也不要跟你挂 然后再来就是郭台铭的 不确定性太大 我要告诉各位为什么 因为郭台铭呢 他志气还在 还没死心 他还想选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 他在地方还是在走动 从过年到现在端午 各位去注意看一件事情 郭台铭还在地方走 他也没说我到底要不要选 那未来如果要选 柯文哲可不可以当副手 因为柯文哲去上某个政论节目的时候 网路政论节目说 我也是可以有条件退选的 所以现在大家就开始揣测 如果郭台铭今天出来了 气候保郭可以吧 至少比保科好吧 因为柯文哲可以在福茂这边胡乱盖 胡乱转变立场 可是我郭台铭跟国民党 是永远站在一起的 总比去支持柯文哲好 不过我如果可以把柯文哲拉着的时候 润也达成朱立伦所讲的 非律大联盟啊 所以今天呢 你看为什么官公兄弟的王金平态度 他永远是我看国民党最好的一个指标 为什么 我只要分析国民党 我只要看王金平就好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讲呢 王金平他可以去接 侯友宇的荣誉主任委员 不接他主任委员 就是我没要插名 但是我给你挂名可以 所以有人问说 明佑你可以帮我什么人 我说给你挂名都可以啊 挂名不用付结人吗 所以为什么官公兄弟的王金平 愿意跟郭台铭站在一起 很简单啊 我就不看到侯友宇 未来如果说郭台铭有机会 重新被征召 7月23之后 重新被征召 他有可能去整合柯文哲的那一个人 所以今天我觉得政坛是非常乱的 原因是在哪里 国民党自己 包括蔡振元这些深蓝的 他都没办法挺侯友宇了 自己人都不团 对他宁愿挺跟我同样立场 所谓的郭台铭这个人 我宁愿去挺他 我也不要去挺这个侯友宇 我就算不喜欢侯友宇 因为你总不能叫他们去挺 奈钦德吧 我知道刘家昌讲的是气话 我懂 可是你不可能叫他们去挺奈钦德 我宁愿去投射在郭台铭身上 但是我要呼吁一下 因为我看国民党今天这样的氛围 大人都没出来讲话 今天连朱立伦要出来讲话 大家都不相信他 大家都会觉得朱立伦你在算计 你有可能后来也是你要拚总统 有可能现在会换柱2.0 但是侯秀柱出来讲历史不能重蹈覆车 那既然不能换柱 我变相支持郭台铭可以吧 我这些小鸡们 未来如果各位 郭台铭如果真的那么厉害 我们就来看一个指标 郭董 你真的地方走那么紧 大家都支持你 这些小鸡只要在朱立伦默许之下 愿意挂郭台铭跟他的看板 还是跟侯友宜掛看板 就是最好的指标啊 所以未来全台湾可能会有一片啊 就很奇怪的一个意象 我国民党征召侯友宜参选总统 可是我现在顾不了侯友宜 我要顾小鸡 所以我们要必须找出一个母鸡 那可能去挂郭台铭 这有可能性非常高啊 所以我要告诉各位一件事情 今天国民党拆到 他换住换不了 为什么 因为人家会说你挣钱换将 你这样子会破坏了国民党未来的选情 可是小鸡总是要当选 你国会总是要有一定的席次 就算没办法执政委 而是第一在野党啊 现在第一在野党都夸夸民众党了 那未来什么 合重联合策略合作 跟郭台铭合作 我想郭台铭还在走的原因 挂的就是这一点心思 大家都看得出来 郭董是不是国民党 这些要选立委的小鸡们的救生圈呢 现在国民党到底要保总统参选人 还是要保底下这些小鸡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季线上精彩戏剧 统统免费看 寻找小魔女斗瑞咪 浅田家我的坎嫁女王 立即搜寻四季线上 免家会员 几点几探 王赛打拼太操劳 睡觉机被蛮虫入侵 睡觉打呼声特别大声 眼睛就是会弄三年 其实眼睛有时候发眼 就会有分泌物 但是这些分泌物 在蛮虫来讲 它其实就是它的 抬层的排泄物 就是在睫毛的根部 它真的太不礼貌了 看完市井豪门后 请锁定姐妹亮起来 本节目由杰深通信 挑战手机市场最低价 冠名赞助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民事新闻 超人力霸王系列 就在四季线上 小怪兽成长日记 超人力霸王X 超人力霸王德卡 立即搜寻四季线上 免家会员几点几看 内容更关键 信息都知道 比辣椒更辛辣 掌握所有的战情 绝不空口说白话 谁能比我勇 我是徐国勇 我在YouTube 专告别用 每天为您的食事加满油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哦 每一所学校台上三铁要完整才可以 就是我们学校啊 就是你们 不行啦 太猛了啦 不行啦 来啦 不远... 归手回来... 归手回来 归手回来... 他紧紧的 小心我会跟我女朋友分手 对吧 本节目由台速石油 95加冠名赞助播出 第六位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灣 明示新闻 几点几看 自意冷气冠名赞助 每周三周四晚上10点15分 请锁定姐妹亮起来 本节目由洁生通信 挑战手机市场最低价冠名赞助 刺激线上经典戏剧大赏 花系列统统免费看 七夕花 端午廉价过后 郭董是不是真的有去找 关公兄弟王津平聊聊呢 我先请尾山来帮我们看 如果说照这个态势发展下去 民进党会不会很开心 因为沈富雄说 郭台铭如果真的让他连署成功 独立参选 侯友宜整个选举就game over了 直接恭喜 直接保送赖清德了 赖维山怎么样看 当然态势发展成这样 对于总统大选来说 对我们来说当然是有利的 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个 决定权交给对手 我们还是要把自己做好 我们要想办法 要有最多的民众可以来支持 就是赖清德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现在的主轴啦 而且也希望可以正面对决 那对于对手的纷纷扰扰 那是他们的事情 我们要把自己先做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但是确实 柯文哲的崛起对我们来说 确实是有一种压力存在 因为其实我 其实像我今天是坐計程车 来到这边录影 然后計程车司机说 他们的家族有八个少年党 他们都是可以投票的那种 投票的年轻人 他说他们八个全部都要投柯文哲 对然后我就有问他说 那到底他们喜欢他什么 其实长辈也没有办法说出个所以然 那只是说 因为可能柯文哲真的很会骂 拼命骂 那骂的东西 可能有一些东西 有骂到他们的心声 可是真的说实在 我们要选一个总统候选人 并不是要选一个很会 打嘴炮的人 很会说话的人 应该要是一个很会做事的人 这才是我们选举的本质 我们要有这样的候选人 我们才有办法让台湾变得更好 那所以回到这个事情来看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国民党如果内部的分裂 他确实是可以让我们在总统大选 会有比较能够喘息的空间 但是我们毕竟不能寄望别人 但确实现在我们知道的是 这个郭台铭现在确实是从来没有放弃 其实从你看到他去金门到现在 他的公关公司一直持续有在运作 因为他就马上恢复党职 他是很有机会在侯友宜持续弱化的时候 他有可能可以取代他 但他也有可能会独立参选 但我自己是觉得他取代他的这个期待应该是多一点 因为毕竟谁不想要后面有一个党去背他 谁不希望有后面有一个援军可以协助他 这差很多 而且四个人他会比较像是意气之争 他就是觉得他被戳掉他不开心 他想要出来为他自己争一点面子 可是他如果真的实际想要当总统 想要当选 他势必需要国民党做他的后盾 那所以我觉得他还是会等到7月 才会进行后续的行动 那只是现在他当然会持续的在地方上 持续找很多人看有没有办法加入他的阵营 因为侯友宜现在真的太弱了 弱到其实现在连新北市的这个议员立委候选人 其实都不应该合挂看板 新北市也没在挂 光板桥来说好了 不管是叶元芝或是林国春 两位大家都知道就是挺猴的大将嘛 板桥没有一块看板是他们合挂的 但林国春有留意一些他过去是议员时期 可能因为他刚选完议员嘛 可能有些那样的看板 但他现在心上的每一面看板都跟侯友宜没有关系 你平常都巴着他都跟在他旁边 然后拼命跟他要这个资源 结果你今天看板没有跟他挂 那不是很奇怪吗 那很明显就是连侯友宜自己的基本的基地 他都没有办法掌握 你去看一下我去北海岸 我前几天我也去北海岸晃一晃 其实我有看到何博文的看板 但我没有看到侯孟凯的看板 那代表也没有跟侯友宜合挂的看板 那所以代表现在大家都觉得他是票房毒药嘛 跟他挂在一起可能会被讨厌啊 所以在这个状况下我们可以看到侯友宜是非常非常弱势的 即便现在他有这个金浦冲作为他的这个竞选的总干事 他可能有慢慢在想办法把他的这个 他自己内部的人像张其强可以运作到党中央 可是这毕竟可能都只是在大众媒体上面 你说要如何去收拢这些地方势力 所谓的牛鬼蛇神 他目前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办法 现在母鸡的气势真的很弱 敬平议员现在国民党自己评估郭董独立出来 参选的几率到底有多大 这个新闻一篇一篇出啦 这个看起来风声非常的多 如果真的郭董让他自己独立参选四咖嘟 那侯友宜是不是真的整袋收起来啊 我先讲看板的事情喔 现在才6月27号 呃伟三也选过局喔 还有这个半运委都这个经过选举大风大浪 现在挂 当然如果你是挑战者早点挂 包括像柏文议员啊 这个他也是新北市民进党党部的主委 他要选举他就要赶快挂 那尤其是 林国村跟叶元支都是挑战者 尤其是其他的那个选举 两个板桥的都是挑战者 可是要身为议员 他从那个林国村跟叶元支 他本来就是那个选区 他本来就是他议员便立委 他也太早挂也没用 因为你太早挂就是给开机 你很清楚嘛 这要多花钱的干嘛那么早挂 如果是我 9月再挂就好了 决心不决心都是选举 每个人选举策略不同 我相信你选举 选举就是像你看人选之前 罩浪子也是这样 钱都是要这样子花 所以你说你去北海岸 看不到这个洪梦凯 洪梦凯干嘛这么早挂啊 他在那边现任立委 也不能说他躺着就选招 因为不知道9月还是不是好用言 你如果等到12月 你如果等到12月 你还看不到洪梦凯的看板 你就说你危险 你连看板都不挂 我告诉你 那他真的就危险了 12月都不挂 所以我就用看板这个线 新鲜美都没挂 你不会看到 就是一堆出来 就拿我去年选举 在台湾选业 我们大家就等着看 就等着看到说他会不会挂嘛 他会不会挂出来 都是跟郭董 我当去年6月7月的时候 不可能 但是不可能 他不会跟柯P跟这个郭台铭挂 因为竞平议员 因为确实有媒体去问 国民党党中央 那他是说非他党的候选人 不会进 可能如果跟柯P挂 可能会处罚嘛 对啊 但是郭董的话 这个的金牌够 我相信 国民党提名的立委候选人 应该不至于 会去跟柯P挂 因为这个太敏感 很危险 就可能祭出党绩了 我看是不太可能 会有这样挂 但是郭董就不一定咯 郭台铭也不太可能 也应该这个 因为他说他党的候选 他属于无党籍嘛 所以如果郭台铭 他9月会回来你们的国民党 那要看他愿不愿意回来啊 他要回来再说啊 因为眼下 他现在可能准备独立参选 他独立参选 就不可能回来啦 这不是互相矛盾吗 所以议员你也觉得 独立参选的机会 越来越高 他听说一直有在做准备 那叫侯友宜到底要怎么办啊 如果郭台铭一旦 在9月中选会开始 开放登记截止之前 他登记参选了成为第四组候选人 他先决条件是七八月 他必须现在那两个月时间 拿到28万人的联署 以郭董的财力跟那个 应该没问题啦 各地方有人愿意帮他 那应该是没问题啦 但是如果他 最后确定做了这个动作 确定要参选了 变成郭台铭 柯文哲 侯友宜 然后赖清德 那我现在在电视机前面 跟观众朋友讲 恭喜赖清德当选 今天赖清德的这个募款小物上限 那是真的四卡都 其实也不用这么打拼 来这个委员怎么样来看 会不会到最后 郭董真的出来独立参选呢 因为其实 根据很多人的这个分析 我们来看看沈富雄 怎么样形容侯友宜的 他说侯友宜所代表的国民党 只是中型政党 中型政党的总统候选人 怎么当选 国民党外省帮看不起侯友宜 而中南部地方派系 没有核心价值对郭台铭有憧憬 这通通都是原因之一啊 所以现在看起来 是不是国民党支持者 中南部的部分 其实反而是想要郭台铭出来的 会不会有这样子的力量 一直在推郭董 当然会有 我想我们看一下 那个郭董的行程 就发现他的心真的很痒 非常想要选 而且他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就是有钱 所以可以任性 现在他上次并没有真的玩够 因为没有真的下去选 然后这一次呢 因为国民党内部又发生 游戏规则不公平 很多人觉得 他是被做掉的 所以呢你可以发现 就是说他真的很想要下去玩 那我刚刚说两个条件 第一个有钱可以任性 第二个我觉得 他真的没有什么真朋友 所以他旁边应该小人很多 小人应该跟他讲一些 或是想要得到他的好处 或是想要得到他的友情 就是肯定他 或是希望他 或是希望他 對 将来给他的选举资源 所以都是说一些好话 所以他没有什么真朋友 小人多 所以我觉得他真的很难预测 那我是觉得变数是什么 国民党朱立伦 还有侯友宜 要用多大的力量 来劝助他 或者真的可能像 刚刚我们黄议员讲的 就是可能是保送赖清德 那当然对我们民党来讲的话 我们要的不只是 赖清德当选总统 要国会过半嘛 国会如果到时候要去拜托 柯文哲民众党 那就算是赖清德当选总统 施政上也会跛脚 会遇到很大的困难 这样就草草也大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个部分就是说绝对是 不是只有赖清德当选 就是说民进党要能够像小英 这次执政稳定八年 然后过半的话 那方向才能够延续 现在的主权民主 那在内政上不断的改进 包含最近都会去做一些修正 然后把好的部分保存 我觉得这才是他要的 那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那个郭董 真的是一个无法预测的人 所以那就是看朱立伦跟侯市长 候选人到底怎么样能够拉住他 那否则的话 对柯文哲来讲 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觉得看柯文哲的目的是 是真的想要选上还是他出来的目的 是要护卫民众党的政党票 那如果柯文哲想要选上 但是他现在就会抢 就是说国民党的票 然后努力的让国民党 就被人弃爆 那当然不排除 就算是郭台铭出来 我觉得也有可能被弃爆掉 所以我觉得目前这个局势 真的蛮乱的 那以那个郭台铭来讲的话 他玩得很开心 他继续玩 每天跑来跑去 我觉得要烦恼的应该就是朱立伦跟侯友宜吧 真的 郭董有本钱可以任性 我们稍微收集一下 等一下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国际焦点 虽然瓦格纳的兵变已经退场了 不过外界推测 这可能给中国的习近平上了很大的一课 等一下回来 我们先请温大哥来帮我们补充 请锁定姐妹亮起来 本节目由杰深通信挑战手机市场最低价冠名赞助 歌谣大师陈明璋一把月前游台湾 细说不同世代的故事 唱出属于台湾的声音 听台湾在唱歌 每周六下午4点 每周日上午10点 请锁定民視台湾台 刺激线上有超过100台的精彩频道随你看 全方位精彩节目最丰富的免费频道 下载集看完全免费 要到我们的海上面担任我们借户的一个工作 毕业快乐 毕业快乐 目前我们这一招组法 可以说是台湾海域附近最安全的一招组法 总共派了十几台水上摩托车来保护他们 他们毕业生毕业的时候都会来体验这个采科吗 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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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有几个这种科普一万多 一万多 本节目由台湾石油95家冠名赞助播出 台湾的把酒冰湿 四季线上有超过100台的精彩频道随你看 全方位精彩节目收视大满足 重大议题Live播出让你轻松掌握天下事 最优质的卡通频道大人小孩都能一起看 精彩赛事Pro街点燃你的运动魂 超过40个热门频道通通免费看 立即下载四季线上 让你随时随地轻松看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明示新闻 我是觉得我个人是近视 因为我们家小朋友算长得都还长 因为你蛮高的 我可能会比较担心长不高 刚刚她妈妈说晚睡的问题 我们都睡得很饱 而且我那个大儿子 你们是现在的前三名 你们 因为按不到铃很生气 应该是带着情绪在聊天 这有个重点 就是第一次跟你说不是那个 通常就是那个 至今豪门后请继续收看医学大联盟 超人力霸王系列作品就在四季线上 小怪兽成长日记 小怪兽成长日记 超人力霸王X 超人力霸王德卡 立即搜寻四季线上 免家会员几点几看 《原点到三季》 《原点到三季线》 她们所释成长日记 蠟蟲的 網站打拚太操勞 睡覺技被蠻蟲入侵 睡覺打呼聲特別大聲 眼睛就是會弄三年 其實眼睛有時候發炎 就會有分泌物 但是這份的 М蠔在蠻蟲來講 那其實就是它的 它真的太不容易 好礼貌 用更高的角度看台湾 民事新闻 俄罗斯傭兵瓦格纳集团 日前开枪总统普丁 发动短暂兵变 尽管已经战告断落 但看在北京的眼中 恐怕这压力比山还要大 实际上兵变消息也一度登上 中国热搜第一 有网友就说 俄罗斯垮了 中国可以收复历史上 失去的领土了 分析则说 普丁就是前车之鉴 还说习近平可能会因此 重新考虑攻台计划 但凡他们智商正常 他们都会吸收一些教训 不要轻举妄动 这个时候像普京就是前车之鉴 很容易就土崩瓦解了 看来西军攻难台湾的这个气势 是明显的要下降 他就根本就不敢了 你还没攻难台湾的 自己这个军队现在划变了 或者是不清化 强口对内了 这都完全有可能 另有学者认为 瓦格纳集团收立普里格金的倒戈 已经严重撼动普丁的政治权威 并便甚至可能带来连锁效应 加速习近平当局的倒台 中共国与俄罗斯是父子关系 冷战结束三十多年后 重新结盟 对文明世界构成新的威胁 普里格金之变 有如安禄山反唐 导致大唐从此走向衰败 如果今天俄国的事变继续发展 普京倒下 必将启动东边的中共国的连锁反应 习共则形影相调 亡无日矣 不过是否真如专家所言 仍待时间观察 我们先来看到瓦格纳这个兵便 虽然在36小时非常迅速的收场 来看到这就是瓦格纳集团的首脑 普里格金就是这一位 那么他在这个兵便收场之后 他有发表了这个声明 他说因为他不想让俄国人见血 所以才会收兵 再者是他是想要表达抗议 并不是要推翻俄国政府 不是要推翻普丁 不过这一次的兵便 这一次的叛变 温大哥我们看到 现在令人担心的 恐怕不只是普丁的政权 现在被外界认为 有可能岌岌可危之外 现在还有人说 像苏子云他认为 这对习近平来讲 也是个震撼教育 他觉得习近平应该上了很大的一课 温大哥 对习近平来讲 到底是上了一课或者是负面教材 都还不得 有一架军机摔下来死了十个人 现在还在确查说这十个人到底是什么VVIP 那我们回顾 在苏联的历史上 最后的一年 最后的一年 就是叶尔辛效应 台湾曾经很风行 叫叶尔辛效应 就是讲宋楚瑜 就是说功高正主 连中央都压不住 叶尔辛效应之前 各位可以看 这所以历史会重演 戈巴契夫 末代的苏联的总统发生政变 那谁发动的 你大概想象不到 居然是KGB KGB发动政变 趁着戈巴契夫到 这个克什米亚去度假的时候 然后突然间首都发动政变 逼他要下台 但是他把他撑住 撑住以后 叶尔辛顺势崛起 那叶尔辛为什么能够崛起 因为他的左右手 就是普丁 就KGB 那KGB本身掌控的所有的群职 所以各位要了解 当时的这个叶尔辛 他蛮恨到什么程度 国会当时拒绝配合 坦克车开到国会 直接就打 炮打 这个国会殿堂 意思说 你们给我闭嘴 你们给我投降 这就是苏联最后的一年 各位要了解那一年 北京也发生了天安门事变 哥巴奇温那时候还去的时候 还差一点 看着赵紫阳要把邓小平这批人扳倒 所以历史会一直重演 所以习近平现在看到这个状况 当然这个战事传奇 现在很多解说 有些人说会不会是这个瓦格纳集团跟普丁唱这个双簧 要把他军方的这个国防部长 无能的 蜂拥的 把他赶下台 因为军头本身 常常让很多 邪恶轴心 所谓邪恶轴心就是什么 就是俄罗斯 就是中共 就是北韩 这三大邪恶轴心 他们其实枪杆子出政权 也随时会被枪杆子所推翻 所以各位要了解了 习近平当然他很希望兵不任邪 最好不要发动战争 所以用福建示范区 请郭台铭开始做内应 这个就是郭台铭要出来的原因 不过他出来的时候做什么 你不可能选得到嘛 但是在参选 台湾总统的过程 你就可以灌输这么多 有的不的 所以我是觉得 台湾的选民要很清楚 你不要以为说 俄罗斯这个政变没什么 中共习近平没什么 都是有连带关系 俄罗斯从海参威 到圣彼得堡 到莫斯科我都去过 我很清楚那边的 人家压得住 习近平是压不住 普丁太厉害了 习近平是不是现在刺了蛋 明佑哥 听说现在中国一些清军策 这种词都变禁语了 对因为现在在中国 现在有一点恐怖的地方 是包括一些学生 他只要反标语 马上都会被抓 包括前阵子毕业的 一个风潮的时候 有学生只是北大学生 拿出来反标语 他们都被查 但是我要讲的是 这一次这个普里格律 他跟普里格金跟萧伊古 他们两个应该是为了战争利益 的分配不均 所以才起个冲突 那这时候普丁当然是站在 他国防部长那边 所以他当然会不爽 当然有人说一个是他 剑上一个是他的厨子 然后两个都是他的人 然后管两支军队 然后不开心 内容更关键 信息都知道 比辣椒更辛辣 掌握所有的战情 全部空口说白话 谁能比我勇 我是徐国勇 我在YouTube 专告别用 每天为您的时事加满油 记得订阅 按赞 分享哦 有一次我学校台